楊皇美姓整理應人士利用基金會的管道在惡整馬政府 不僅主動找了自由之家 這美國一個人權組織摔停扁 而且修理了台灣 甚至還有什麼 金元藏毒 高層很生氣的時候 是拿政府的錢來修理政府 能不處理嗎 他的主要的人士都是阿扁時代任命的 包括他的執行長林文成 副執行長楊皇美姓 這個當過民進黨立法委員對不對 董立文 他是當過國事務部的 三個人主要在負責 那現在錢跟六四那邊 跟整個藏毒都糾纏不清嗎